李小璐 我去看贾乃亮和李小璐结婚视频 感觉要被贾乃亮的告伴感动哭了 她说 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如果有一天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爱 那我只能用生命去证明 但我想说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但我一定有信心 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相信我 我会爱你一辈子 这个誓言真的很动人 而贾乃亮婚后也简直兑现了 永久爱她的信誉 把她宠成了公主 然而 李小璐事实证明不够爱她 仍旧走到了出轨这一步 李小璐曾说自己向朵云飘来飘去 是贾乃亮给了她安全感 其实她只是挑累了想停靠一下吧 但这种人根本就不是 和结婚 真的不明白既然不爱 为何要结婚 既然结了婚有了孩子 那就好好过日子呗 结了婚 又不甘心出了这种事害人害意 有网友形容贾乃亮 我本家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高曲 一片知心错误 唏嘘不已 有网友分析 贾乃亮不是李小璐爱的内心 李小璐其实一直喜欢新哈男孩 棒球嘛 摇滚加克 还有她自己唱rap模仿的非常到位 据悉 终于抱得美人归时 贾乃亮在接新娘时 取下李小璐的高跟鞋 亲吻脚背的表情满满都善意 一点也做不得假 看图片撇嘴的是贾乃亮的妈妈吧 感觉她当时就不是很满意呢 对于李小璐网友怀疑 是不是有个段子家晚累了 找个老实人结婚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太心疼贾乃亮了